警察假装搜身却偷摸女孩的屁股 女孩想要反抗结果被死死掐住了脖子 为了寻找协作灵感 女孩独自开车来到偏僻的山村 窈窕的身姿瞬间吸引了加油站的工人们 面对他们的怪异搭讪 女孩并没有理会 而是迅速开车来到了小屋 她穿着清凉美美的来了个日光浴 然后换上运动内衣 悠闲的在丛林中跑步 可不知为何 女孩总感觉有人偷窥 她害怕地回到家里 正跟朋友打电话吐槽 谁知一个不小心 手机竟掉进了马桶 再也无法使用 郁闷的珍妮喝酒姐妹 却不小心洒到了身上 她急忙去洗手间冲洗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偷拍 等到珍妮换好衣服 屋外却传来奇怪的声音 她壮着胆子出去查看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可等她再次回到房间 电脑屏幕却变成了三个男人 是加油站的那几个工人 他们吹咸珍妮的美色 竟偷偷找上门 珍妮威胁他们 自己已经报警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他们早就发现了 珍妮的手机已经无法使用 既然贪婪地盯着珍妮 还说着露骨的情话 珍妮百般请求 可在他们眼里 却成了个笑话 大壮拿起一瓶酒 逼迫珍妮全部喝掉 珍妮以为喝掉就能够脱困 于是大口大口地猛灌起来 没想到楚楚可怜的样子 反而引起了男人的兴趣 男人不顾珍妮的哀求 命令她把手指放进嘴巴 还要露出自己的牙齿 面对男人的侮辱 珍妮不停痛哭乞求 可惜话来的 只有他们的戏弄 另一个男人走上前 利用酒瓶侮辱珍妮 周围人立即起哄 奇料珍妮夺过酒瓶 狠狠砸在了男人的腿上 然后拿起了房廊喷雾 对着胖子一阵猛喷 趁他们乱成一团 珍妮夺门而出 疯狂在小树林逃窜 幸运的是 她遇上了两位寻落的警察 得知珍妮的遭遇 警察决定一同前往 顺便将坏人绳之以法 珍妮还不知道 他们竟然是一伙的 当两人回到房间 警长并没有抓捕坏人 而是自顾自的到处搜查 并在家里发现了违禁品 珍妮对此百口莫辩 警长更是以死为由 要求彻底搜身 珍妮被占了便宜 才发现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四个男人将他团团围住 警长的手里还有一杆枪 珍妮不敢乱动 只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这些人丧心病狂 他们死死抓住珍妮 非要给没经验的马修破处 马修生性胆小怕事 他想营救女孩 但根本无能为力 在三人的逼迫下 马修只能乖乖照做 胖子为了助性 还拍下了所有的经过 而珍妮强忍身上的剧痛 颤颤巍巍走了出去 可不管他走到哪里 四人依旧紧紧跟在后面 女孩趴在地上无法动弹 被五个禽兽轮流侮辱 不知过了多久 暴行终于结束 女孩强忍撕扯般的剧痛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又如行尸走肉一般 小心翼翼地走在树林中 五个禽兽就跟在身后 打赌女孩走不了多远 可女孩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接着就跳进了冰冷的河水 半个小时过去 水面依旧没有任何波澜 他们猜测女孩已经溺死 可警长还是不放心 要求几人分散寻找 可他们搜索了许久 依旧不见女孩的踪影 他们认定女孩已经死了 于是偷偷焚烧了她的衣物 毁灭了所有的证据 为了一方万一 警长还粉碎了那卷录像带 半个月已经过去 周围依旧没有女孩的消息 几人终于放下心来 看来她已经死了 四人继续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诡异的事情却一件接一件 胖子慌张找到几人 告诉他们相机突然不见了 而里面的袋子正是拍下 他们伤害女孩的内卷 一旦胶卷被人发现 他们可就坐实了罪证 三人顿时慌张不已 到底是谁拿走了袋子 夜晚大壮独自在家 门外却总有小鸟撞死在门前 他愤怒拿着匕首出门 却意外发现一只熟悉的拖鞋 警长这边同样发生了怪事 刚刚回到家 就发现了一卷熟悉的袋子 他顿时崩溃不已 虽然为人作恶多端 可女儿就是他的全部 得知女儿还没有看过 警长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愤怒找到几人 质问他们为何留着袋子 不出意外 胖子又被毒打一顿 到底是谁在恶作剧 警长几乎要崩溃了 可三人一口同声地说 肯定是马修在搞鬼 他虽然是个傻子 但很喜欢被糟蹋的那个妞 他们不知道的是 因为这次痛苦的经历 马修整日生活在恐惧中 女孩被迫害的场景 总在脑海中挥直不去 他虽然是个傻子 但依旧保持心底的一丝善良 这天马修刚刚回家 却发现原本死去的珍妮 竟坐在自己的家里 马修虽然害怕 但仍旧不停地道歉 那确实不是马修的错 珍妮嘴上说着没关系 还把马修拥入怀中 可他的眼神逐渐冰冷 随后默默拿起了绳子 美女趴在汽车上加油 男人顿时看直了眼 她急忙上前打招呼 结果却被遗棍打晕 等到再次醒来 四肢已经被完全绑住 口里还带着嚼子 女孩掏出一把钳子 一颗颗拔掉男人的牙齿 对方疼得撕心裂肺 甚至还尿了裤子 但女孩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她给男人去掉脚子 然后掏出了一把手枪 就像她当初对自己那样 狠狠塞进男人的嘴中 女孩并不生气 而是拿出了一把大剪刀 直接没收了她的作案工具 男人疼得哭爹喊娘 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当初她和四个同党侮辱了珍妮 现在她要报复所有人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珍妮将胖子引诱到森林 故意让她踩中了陷阱 趁同伴上前查看 珍妮一棍将她打晕 小胡子被绑在了浴缸上 底下注满了浑水 不明粉末倒进去 顿时变成了冒泡的盐酸 珍妮顺手抽掉了木板 让小胡子失去了支撑 她的腰很快坚持不住 直接一头栽进了盐酸中 一下 两下 三下 没过多久 小胡子就已经面目全非 最后被活活烧死 接下来就轮到了胖子 珍妮将她绑在了树上 生锈的铁钩勾住眼皮 让她再也无法合上眼睛 大鲤鱼剖开肚子 将内脏全部抹在了她的脸上 这是乌鸦最喜欢的食物 乌鸦飞到胖子的身上 迫切地吃着内脏 随后来到胖子的脸上 一口吃掉她的眼睛 人渣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解决 就剩下那虚伪的警长 珍妮冒充家教老师 偷偷来到警长的家中 以实践活动为由 悄悄将女儿带了出去 警长得知后顿时慌张不已 匆忙开车来到野外 到处呼喊女儿的名字 就在警长回到车上的时候 却被藏在后面的珍妮打晕 等到再次醒来 警长已经被绑在了桌子上 身后还架着一杆猎枪 他苦苦哀求珍妮 让她看在孩子的面上放过自己 可当初珍妮祈求她的时候 她何尝有过心软 珍妮抱紧猎枪狠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人渣疼的死去回来 不停地喊着妈妈 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 随后珍妮拉紧一根绳子 将扳机拴在了马修的手上 只要马修动一下 就会抠动扳机 子弹将会贯穿警长的全身 到时候一切就结束了 珍妮面无表情 悄悄走到了外面 她静静地坐在木头上 等待精彩时刻的到来 马修终于醒来 警长大喊着不要动 可她根本听不懂 一切终于结束 珍妮虽然报了仇 可心里的痛却永远无法抹除